娘子 阿靖 今儿是端午 王爷在宫里饮宴 将奴才送些田纵来 给娘子过节 有劳惦记 王爷说这几日宫里事多 待闲些日子便来看娘子 王爷本就忙 不来也是寻常 也不是王爷是忙 是太后要给王爷定亲了 当真吗 当然了 要不然王爷怎么会不痛快 这些年太后催得紧 说哪有王爷 到了这个年纪不娶福进的 连个窃室都没有 这回安排的是 佩国公家的小姐 叫什么 孟静贤的 这是好事 王爷的年纪若换了旁人 早就而女成群了 也是时候 该找位福进主持家政了 我们王爷 正为这事满肚子不乐意呢 我以为 王爷带娘子是知己 娘子也毕竟十分懂得 王爷的心思 却不想娘子说出 贺喜王爷的这番话来 阿进不爱听 先告辞一步